大家好,欢迎收看婚礼娱乐 郭比婷在娱乐圈算是彻底的火了 郭比婷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出演了小时代 那个时候人们记住的总是那个长发飘飘的女子 现在记住郭比婷的更多的是因为她和向左谈恋爱了 郭比婷不光和向左谈恋爱了 两个人在近期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还是挺轰动的 因为向左的家里非常有钱 所以婚礼绝不会太差 两个人选择了在意大利举行自己的婚礼 婚礼场上 郭比婷就穿了一件非常昂贵的衣服 尽管这件礼服非常的昂贵 但还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很多人眼见的网友发现 向左和郭比婷婚礼出现了失误 因为新娘的婚纱怎么会这么透呢 郭比婷为了不露点 全程都捂着自己的衣服不松手 这让很多人见到之后都非常的奇怪 在顶级一看之后就明白了 郭比婷从恋爱到结婚还是非常甜蜜的 两个人的感情状况完全通过综艺展示给了大众 这也让非常多的网友都很羡慕 大家对于郭比婷的后世婚纱有什么享受的吗 小方评论告诉我哦 小编都会为你解答 小编都会为你解答 小编程说 小编都会为你解答